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拍攝照片跟影片的攝影師價格 我是一位藝術家從2010年開始踏入影像創作的世界 運用視覺張力創作各種動人故事 這些年來已經製作過上百場商業影片與平面攝影 成為網路與實體店面最好的行銷素材 幫助個人與企業或流量與知名度 我喜歡在社群平台與大家互動 分享幕後話緒和拍攝技巧 邀請大家一起加入 這支影片可以給想要找攝影師的商家 或者是你想要接案子的攝影師 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的時薪是多少錢 簡單來說我覺得時薪就只是給自己看而已 不會給任何客戶去看說你的時薪到底多少錢 只是給你一個標準說到底該不該接那一個案子 假設你可能拍攝有10個案子 你的平均價格除以你工作的時間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你的時薪落在哪裡 所以假設你的時薪是100塊 那你拍8個小時就是800塊 那假設你的時薪是1000塊 那你拍攝8個小時就是8000塊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人力成本而已 不包含任何的器材 所以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該出什麼器材呢 假設總預算是1000元 那你的時薪是100塊 然後拍攝8個小時1000-800等於200 你有200塊可以出器材 那你大概只能出一支手機吧 那手機也是可以拍出好影片的啦 只是呈現的方式不一樣 我自己學到一個東西就是 如果預算不太夠的話 不要出太多自己的東西 因為除了出出去以外 我們還有一些消耗品的耗材成本 還有保養的成本 其實很容易被忽略 所以不是你自己有多少東西就全部出出去 簡單來說就是總預算減掉人力成本 就是你的器材費用 第三個問題就是 我們這些照片跟影片 到底是要幹嘛用呢 大部分的商家 他們會覺得這些東西是拿來賺錢用的 但是最後拍一拍 好像都變成 老闆自己因為想要拍這些照片影片 所以我們就去拍這些照片影片 有點是拍爽的概念 攝影師跟商家討論的過程 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到底商家是有問題需要解決 可能他想要觸及更多觀眾 或是宣傳某一樣商品之類的 還是只是單純老闆想要拍爽的 他想要拍一支影片拍一些照片 然後就開心而已 那如果他只是拍開心拍爽的 那通常價格就不會很高 如果有一個案子預算真的是超低 低於你的個人實心的話 你也不要馬上拒絕 你可以看看裡面有什麼利用價值可以撈的 就給他撈起來 像是人際關係啊 人脈 交個朋友之類的 或者是有很厲害的人 你可以向他學習 或者是你自己提升你自己的經驗 也或者是你跟我一樣 單純就是喜歡攝影 喜歡拍片 沒有預算 或者是預算很低的話 我也是拍得很開心 嗯? 嗯? 我只是拍一張照片 我只是拍一張照片 我只是拍一張照片